我今天要讲的那些什么是碰瓷 然后下面这些都是关键词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的关键词有碰瓷 烧炸、火炸、银沉、避免、赔偿、除强服务 碰瓷到底是什么? 碰瓷是一个北京的方言 指的是一些人故意或者说有力的走到那个车辆面前 然后假装被撞 然后来聘取那个赔偿 而且在中国现在很多的那个碰瓷的人 大多数都是老人 下面我有个小视频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这个视频是一个中立节目做的一个小测试 他们只是想看一下就是 当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摔倒了 会不会有人去扶他 日前的有一名老人是当被摔倒在的马路中央 现在有不少的人路过这个围端 在马路上 你如果是见了一个导致的老人 是有一个大人在五月 在五月后 在然后将他们分次啊 呢 这一天都是什么 已经不要对 Masuk glio 这个是大人的宝剑 锅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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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说,当一个老人在街上摔倒的时候,我们第一件事想的并不是去帮忙,而是想着他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碰瓷了,或者说他是不是来骗取钱财。 所以当越来越多人这么去想的话,然后愿意去帮忙的人就越来越少了,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 同时,碰瓷也会有一定的风险,就像下面这位先生一样,也是一个小型。 就是,本来那位先生是碰瓷的,但是可能那位师弟没有看到他,所以他就直接把车给开过去了。 所以我觉得,不但被碰瓷的人会被骗,而且碰瓷的人也会有一定的危险。 为什么美国的碰瓷比中国的少? 我觉得,因为在相对于在中国,很多人都是避免麻烦,然后就不用被告上那个华庭,他们就选择就是付钱老师。 美国,他就会有一个叫做好上马力让人怕,就是去保护那些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。 一般基于责任上的赦免,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不需要付上任何的法律责任。 所以,这法律不但保护了想要帮助别人的人,也降低了碰瓷带来的影响。 最后,我们该如何避免这些碰瓷的发生? 我觉得,我们应该给每个犯罪和碰瓷的人同等的惩罚,无论是老男儿童或者是孕婦。 当碰瓷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,应该要及时报警收集证据和理不证人, 给那些想要保护或者是想要帮助别人的人一定的保护。 我觉得,我们应该要这个社会正确和让人们正确的认知, 碰瓷带来的负面影响,成为作出感变。 谢谢。 好,谢谢。